克制住自己指点他人的欲望,就是做人最大的聪明。 阿德勒有一句名言,基本上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,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。 人这一生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。 你介入了别人的生活,就会改变他既定的轨迹,你参与了别人的因果,就要为他人的货福买单。 正所谓众生皆苦,唯有自度,不轻易干涉别人的生活,就是做人最大的自觉。 一,不要轻易指点别人。 孟子曾说,人之患,在好为人师。 在这个世界上,每个人认知不同,经历不同,眼界意识不同。 喜欢教育别人,随时随地地发表自己的观点。 这本身就是人最大的毛病。 曾有一位农村的年轻人写信给陈忠实,想请他对自己的文章指点一二。 陈忠实看了认为他写得一般,但出于好心还是回心给他,写得不错,继续努力。 年轻人一听,大受鼓舞,当即放弃农耕,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。 但一年又一年,年轻人的文学之路走得艰辛,一直都没写出什么好作品。 而且,由于不再耕种,他的生活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过得潦倒而穷困。 陈忠实后来听说了这件事,顿时后悔不已。 他没想到自己随意的一次指点,竟毁掉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。 自此之后,他每每想起此事,内心都很煎熬,再也不敢随口给别人提意见了。 生活中,很多人都喜欢以过来人的身份自居,看到别人没按世俗的方式生活,就必须要指点一二。 看到对方不会为人处事,就忍不住叫人道理。 但如此不辞辛劳,与众心长,大家就会念你的好吗? 未必,红楼梦中的薛宝山,就是这样一个旅行好事的人。 看到行秀燕佩戴碧玉,他说,富贵人家的小姐,不可有富礼贤装。 看到林黛玉看杂书又说,既识了字,却不该看这些书而已了心情。 看到贾宝玉不愿学习还说,要收收心,学学仕途才是正道。 他的本意是想让大家都过得好,但事实却是,大官员的姐妹与他渐行渐远。 宝玉更是不胜其烦,只要好好一个清白女儿,却学得孤明钓鱼。 心理学家伍智宏说,世界上最无效的努力,就是对人掏心掏肺地讲道理。 你讲的道理越多,别人越反感,越不愿意和你沟通。 喜欢说教,本质上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表现,硬是把自己的观念强塞给对方,也是出于对别人的控制欲。 更何况,你的认知未必高于别人,你的经验也未必更加正确。 不停地指导别人,只会把人推向你的对立面,让彼此之间越来越远。 真正有修养的人,从不评判他人的为人,也不知道他人的行为。 成年人最难克制的,就是指点他人的欲望。 二,不要妄图改变别人。 荣格曾说过这样一段话,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。 要学习像太阳一样,只是发出光和热。 每个人接受阳光的反应有所不同,有人觉得刺眼,有人觉得温暖,有人甚至躲开阳光。 人这一生,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改变别人的意愿。 看到差异就想同化别人,感觉不对就想纠正对方。 但不是所有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强行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,只会耗费自己的心神,让自己备受折磨。 《人间值得》一书中,作者恒子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。 他在27岁那年,惊人介绍认识了医生中村三兄。 两人一见钟情,凭借着对彼此的好感,很快便步入了婚姻。 但结婚后,恒子发现丈夫嗜酒如命,每天下了班就去喝酒,回来就是醉醺醺。 丈夫还爱请客,花钱如流水,家里的开支他一概不管,导致生活总是捉襟见肘。 恒子规权的多次,甚至以离婚要挟,这才能换来几天安生日子。 但丈夫终究是自由惯了,恒子越想让他改变,越会激起他的反抗欲。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争吵,恒子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。 他工作也做不好,生活也没动力,活活把自己搞成了怨妇的样子。 后来,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,既然不能改变丈夫,那就把精力留给自己。 不再渴望丈夫改变后,恒子竟然发现了他的优点。 虽然他爱喝酒,但人品还不错,周围的朋友都很喜欢他。 虽然他爱花钱,但内心很善良,经常不计回报的帮助人。 看透了这一点,恒子终于明白,与其千方百计去改变别人,让自己陷入麻烦。 不如专注于对方的优点,放过别人,也放过自己。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,请接受任何一个独立灵魂的存在,哪怕有些你并不认可,但也尽可能试着去理解。 人生的路是旷野而非轨道,每个人都有选择方向的权利。 你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,可能是别人的热爱。 你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,别人也许乐此不疲。 允许对方有不同于我们的喜乐,生活才不会只有一种颜色。 允许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,这个世界才能因不同而变得更加美好和包容。 三,不要随便干扰别人。 看过一个小故事,从前,有一个登山者去爬山,途中遇到一位挑夫。 挑夫身背货物,步履蹒跚,登山者心有不忍,便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。 挑夫礼貌地拒绝了,但他以为对方只是客气,便自顾自拿走了挑夫背上的货物。 而挑夫来不及卸下使出的力气,重重摔倒在地,登山者这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。 在心理学上,有一种错误共识效应,是只当一个人提出自己的想法时,就认为对方也会按自己的思维去思考。 结果就是,你打着为你好的旗号,帮了倒忙,还会让彼此的处境尴尬不已。 对他人生活的随意干扰,往往是好心办坏事,平白让自己招惹一身怨恨。 电视剧《我的新时代》中,白晶和文静是相识多年的闺蜜。 文静离婚后,白晶就时不时打来电话关心。 有一次,白晶偶然得知文静在做出租车司机的工作,心中很不是滋味。 他觉得文静作为师大的毕业生,有才有貌,开出租车简直是明珠盲尘。 于是他联系文静,说要把文静介绍给自己做献上教育的朋友, 还说教育才是文静该做的工作。 没想到文静却说,做司机是自己的选择,而且自己真的喜欢这份工作。 可白晶却不依不饶,认为文静是怕麻烦,随即提出要给他写简历,让他直接准备面试就行了。 本就心烦意乱的文静,听到这话终于忍无可忍,你能不能别这样? 总以为自己说的才对,把你觉得正确的事强加给我。 我完全不想换工作,你听懂了吗? 最后,两人在争吵中不欢而散,多年的友情也因此破裂。 偷影子的人中说,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,就算是为了对方好。 一个人最大的牢笼就是我执太重,总是以自我为忠心,不管他人意愿如何,强行去干扰对方的生活。 可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,你的打扰也只会给别人带来困扰。 真正智慧的人都深谙相处地分寸,允许自己做自己,允许别人做别人。 收起你无处安放的责任心,不管闲事,人生就会减少许多烦恼。 《灌原集》中讲,个人自扫门浅雪,莫管他加瓦上霜。 人生海海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海要度,风雨飘摇之中,没有谁是谁真正的救赎。 活得通透的人,从不会无端地介入别人的生活,干预对方的因果。 因为他们明白,这世上从来没有被叫醒的人,对别人的克制也是对自己的慈悲。 余生,愿你能管好自己,补堵他人,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,依然活得自在而洒脱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忠